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1 2 3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 今天我们要来吃 Taluki Roll日式料理餐厅 它的日文翻译过来 是野生礼貌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在他们餐厅到处 都可以看到他们家的logo 我觉得设计的还蛮可爱 蛮特别的 那今天我们是去Ultrocentra的店 它其实还在绝尾有点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这一斗吃 那这种我们之前拍过 KCook韩国BBQ的吃到饱店 那它是新加坡的前十大哦 那如果还没有看过 这部影片的小铃铛们 可以按右上角观看哦 那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呢 是它的Happy Hour的时间 Happy Hour是5点到8点 那我们今天总共有来6位 给大家看一下它餐厅的内观 整个非常的舒适宽敞 那你还可以看到 外面的Ultrocentra的风景 那他们家的点餐方式呢 就是扫他们桌上的QR Code进来 然后就可以到他们的 这个点餐的一个系统里面 那你就可以选他们的任何的料理 日式料理 然后他们家Oyster是蛮有名的 可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大客 因为我在澳洲跟牛西亚 有吃个更大客的 然后他们家的日料呢 我觉得都还蛮好吃 然后我们今天有点冻饭 有点寿司 还有点包 还有点他们的松露薯条 还有就是点他们的各式的酒类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点的酒类都不一样 有些人喝啤酒 有些人喝葡萄酒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喝sake咯 对我很喜欢的一个柚子sake 等一下就给大家看了 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点餐都很方便 用自己的手机呢 按送出就可以了 诶嘿 这是我点的 柚子sake 这个是IKEA 对 Oyster 它不是大颗的 这个是小颗 它这个是 同样 OK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吃Oyster Oyster我们今天有点15颗 然后它的吃法呢 有几种呢 现在跟大家讲了 是不是有几泥王的吃法 然后还有它 还有给我们 Tabasco 就是辣椒酱 对 那等一下可以试试看啰 OK 它另外还有给我们 鱼露跟青酱油 等一下都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不一样的口感 它吃Oyster其实没有很大 OK 好的 首先吃给大家看 是Oyster的第一种吃法 就是单纯的加柠檬味 它柠檬其实可以去掉Oyster的腥味 我觉得还蛮不错 蛮好吃的 然后第二种吃法呢 它会给Tabasco OK 那我本身的吃法呢 是我会在Oyster上面呢 滴两滴的Tabasco的酱 辣椒酱在上面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柠檬 就是柠檬不要太多 然后让Tabasco的酱的味道 有一点点出来 然后这样会有一点微辣微辣 还有加柠檬的那种香气 在里面 非常地好吃 大家可以试试看 然后接下来第三种吃法呢 就是单纯的加青酱油 还有它附的那种鱼露 然后吃起来呢 会更鲜甜 更像有大海的味道 这样子 给大家做参考咯 然后这是我们满满的Oyster 给大家看 有没有觉得流口水的啦 那我们今天来这间聚餐呢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位大哥 大家回台湾了 然后我们这边来给他送祝福 这样子 祝他身体健康 一路平安这样子 那这间餐厅 它本身的气氛很好 而且它卖的酒类有够多 然后大家喝的都不一样 有了有喝sake 有了有喝白酒 这样都不一样 它这个龙虾沙拉包 跟鲑鱼沙拉包 是你只要点酒类 你就可以加点的 一个五块钱的样子 然后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熟食 然后我们有点冻饭 有点酱子 还有点了一些撒西米 像这样子 然后它的鲑鱼prata呢 它是这样 总共每一种它有很多种 然后一种是三片 然后可以适合我们这种 团体 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子 share 纷纷来吃 因为并不一定 每个人都喜欢吃鲑鱼 或者是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然后它有给酱油 有给芥末 都可以沾 好 接下来就老样子啦 那我吃给大家看 好 它的HAPPY HOUR是到晚上8点 所以晚上7点半的时候 你可以做最后加点 然后我们用最后点了松露薯条 松露FAMILY 还有这个松露的寿司 然后我蛮意外的是 它松露薯条不是跟外面其他酒吧 用那种松露油下去炸的薯条 它中间是有松露酱的在里面 然后蛮湿湿润润很好吃 然后你可以吃到那种菇类菌类的那种口感 然后寿司呢 它里面有包鲜虾跟酪梨 就是牛油果嘛 Avocado 然后Avocado本身就很搭配寿司 所以吃起来我觉得就是一整个大加分 这杯名字是NUM FINE 是里面有柠檬香气跟木槿花香气的五酒精饮料 这是法国Burgundi 绿皮白葡萄酒 是他们家的特兰酥司 上面还有蒜蓉酱 然后这个寿司饭呢 他们是用日本米还有加海藻下去做的寿司饭 然后还有加海滩 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有那种大海的那种感觉 鲜鲜的 没有再点了 哦哦哦这个好美哦 太美了 这道菜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有用雪蟹 还有甜鸡蛋sweet egg 然后还有当机的蔬菜跟寿司饭 然后包起来做的寿司 然后上面还有特别的是 它的柚子酱是有带点辣辣的感觉 然后包裹整只虾子 然后下去做调味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吃起来还蛮特别 然后有点冲突冲突的感觉 然后我自己会给九分 给大家做参考咯 这道菜比较特别的是 看起来就有点像台湾的那种春卷啊 润饼皮这样子 只是它外面的那个皮呢比较薄 然后它是米做的 那里面包的有两种蟹 一颗是软壳蟹 一个是雪蟹 然后黄色呢是玉籽烧 还有加一些生菜这样子 然后它外面有另一个特别的酱 我在吃的时候 我觉得有那种豆 绿豆的那种味道 后来茶的 迟迟做一下作业子的时候才知道 哦可以它是用日本的比较特别的寿司 叫Occal sauce 那这道菜对我来讲说 我觉得是创意料理 那我会给9.5分 竟竟满分 那就给大家做参考咯 好有人说喝啤酒 怎么可以没有炸鸡呢 这就不是来了吗 好这一间炸鸡我觉得还好吧 我是没有很推荐 那如果喜欢日系炸鸡 的话可以尝一尝 不过你吃过台湾的炸鸡 咸酥鸡之后 你就觉得这个没有适合 对然后吃起来 我就觉得里面蛮干的 所以不推荐大家 大家可以点别的 那这道菜我只会给5分 给大家做参考咯 好跟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点了什么样的餐点 其实蛮多的啦 寿司啊炸物啊 还有就是酒啊 我们都点了很多 好整体而言呢 我打9.5分 觉得这是蛮难得的一种体验啊 然后我觉得蛮惊讶的 可以把日式料理做的这么样的精致 好给大家参考咯 好珍重再见 祝你身体健康一路顺风哦 那我今天6个人呢 总共吃422块 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按订阅 按分享哦 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有影片上转会在 第一时间通知你哦 还有我的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